来来来来 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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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好喝好啊 今天我请啊 喝好啊 喝啊 喝啊 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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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喝 谢谢 好就好 好 啊 你看 commitments 不是 来了 林大 里边请 里边请 客官 您吃点啥 有什么好酒好菜 这给我拿来 是的 林大 我对面做的就是龙哥 小二 小二 客官 没酒了 拿酒了 来喽 那两个是看管龙哥的 给我拦住 是 咱们在这儿喝 对 就在这儿喝 别声张 跟我走 慢慢起来 你干什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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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儿到去哪儿啊 我到了你就知道了 你去报告王爷 我跟着他们 路上我会留下记号 快去 好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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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地方 你们带我来干吗呀 这什么地方 你去门口守着 是 走 走 你们要干什么 进去 二叔 神儿给二叔请安 二叔 你也在这儿啊 是啊 他一直在等你 好跟你谈个事 坐下说 谢二叔 二叔找侄儿干什么呀 两件事 一件是你跟你联二婶的奸戏 你要把详情说个清楚 另一件自然就是李家的那笔最差 你把他操哪儿了 也要交代出来 说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 自然要一件一件地说 好 就先说你跟你联二婶的奸情 是你勾引你联二婶呢 还是联二婶勾引的你 或者是谁拉了气 说 没 没什么好说的 说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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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哥啊 刚才我在车上是怎么跟你说的 啊 你只要说了实话 你就没事了 不然的话 惹你二叔赏你一斗 你可是有冤没出诉啊 你二爷 这种事当着你的面 他如何能说出口 您请闭一闭 认出来了吗 不错 这就是方才抵着你腰眼那根筷子 其实啊 他不管用 捅不死你 可要是同这儿就不一样了 我只要这么使点劲 别别别 别同 那就快说 我 我 我和二婶没谁勾搭谁啊 那就是互相勾搭了 是 是 王八丑绿豆对上眼了 你快把筷子拿给你 那就是说 你跟你联二婶奸情是真 你论是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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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耶 何力 这 这一画牙 我就死定了 你若是不画牙 那才是非死不可 只要你二叔把你告上官府 打起官司来 就你这种逆轮重案 必定是斩力绝 伸手易触不说 还落个极难听的名声 那 我要是画牙了 那我岂不就 你若是在这份路供上画了牙 只要按上手印 那这件事 就跟你没关系了 您二叔的本意 还是私了 家丑不必外扬 只要把老婆修了 那不就算完了吗 但若是没个确实证据 你也知道 你那连二婶 哪里会买这本账 所以 要你的亲笔正过 就是为了对付他家那个母老虎 那我也不能画牙 我这一画牙 我还是个男人吗 我 你小子不识台诀 林二爷 令职不肯画牙 他不要命 我也只好不要面子了 董二爷 这个拿给他看 董二爷 你不在路供上画牙 也就别怪你二叔 把你往死路上逼了 二叔 求求你饶了芝儿吧 一旦告了怪芝儿就死定了 也就别怪你二叔 把你往死路上逼了 二叔 求求你饶了芝儿吧 二叔 就请董爷派个人手把状子送到京兆府眷 这个好坏 你去 到刑坊那儿你知道找谁吗 还真不知道 你去了找张鼠办 拿着一张我的铁子 就说我托他多照应 他自然派人带你去投文 是 回来 回来 怎么 口供给我 中文字也拿来 都给他 这件事结了 该说说第二件事了 那比李家最惨 你藏哪儿了 二叔 我求求你了 别再逼我了 这件事我坚决不能说 你个臭小子 二叔 道歉不要命啊 董爷 是郑家庄那包标课打上门来了 指名要荣哥 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 连二爷莫慌 李家有后门 连二爷从那儿走你的就是 咱们明日还在赛西市那儿结账 是是是 多承关照 多承关照 跟我来 儿子要修了他 请父母大人做主 好莲儿 你总算说出了和娘的心里话 你早就该修了他 他何尝真的当过我一日媳妇 整天就围着二太太转 那边快成了王家的天下了 哎呀 先别说气话 你也起来 你说说 你把她给修了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 儿子将把十二扶了证 把十二扶了证 倒也没什么不可以 可是你要记着 她先要来听我的教诲 让她知道 这赵府的大太太姓刑 我家媳妇的心 日后不许再朝王家那边歪 又说气话 还是先说说眼下这一步 该怎么走吧 好走得很 这件事啊 就在你家里办 今日晚饭前 我就去你那儿 她是族长 你啊 让她直接去你那儿 婆婆在 族长在 这一纸修书你准备好 当面把她修了就是了 自然还是要给不在家的二太太 留点面子 不能把凤姐修了 就赶到大街上去啊 老实说 最解气的 还是她在我眼前 得个现实报 看她低眉顺眼 低声下气的样子 姐记我多年的不愤 只是把十二扶正的事 今日只不过是个说法 改日啊 还是要摆几桌酒饭 过个明路 那她不会气急了 也来根绳子吊死吧 她会吊死自己 像珍珠那样一根筋的人 才会轻易自尽 像凤姐有那么多心眼的人 不到山穷水尽 总会求条活路 哎呀 这是荣根的亲贡 我亲眼见她签字画牙 不会错的 你是她爹又是族长 我请你做主 这可是真的 荣根如何会做这种事 你既见到了她 就该带她来见我 不是我不要她来 是我见她一面 都有大费周章 再说 现在和府上下都在找她 我要是能带她来 还立了大功呢 是是是 连二爷说得是 可你要休妻这件事嘛 我的意思 还是别把我家荣根扯进来 不是我要扯上她 是她让我戴了绿帽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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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弄得我 很没面子 狗屁面子 我连李子都不要了 我跟你说 事到如今忍无可忍 你办也得办 不办也得办 我知道荣根在哪 我也猜得出 那么一大笔李家最产 他竟敢给猫腻了 他一个人做不出来 又大爷 荣哥背后有高人哪 弄不好 这人就是他家里人 我说连二爷 别把事情扯远了嘛 不就是你要把老婆给休了吗 办 这事咱这就办 那好 我回家去等着你 晚饭前我要见到你 奶奶奶奶 哟 大太太 疯儿 你看着点儿瞧姐 是 走 奶奶 慢点儿 怎么了 不好 出大事了 要是我猜得不错 趁着老爷太太不在家 再没人给我做主 那件事 恐怕他们要下手了 不会吧 告诉枫儿 把桥姐带远点 就去猪大奶奶那儿吧 快去吧 好啊 好啊 走 咱们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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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你进来 是 大太太 十二 今天的事情得多个人见证 你不用自己去 吩咐个人到园子里 请猪大奶奶过来 就说我在这里等她 不知为何请猪大奶奶 还望大太的名事 别问了 到时你就知道了 是 还真奇怪 要让周大奶奶也来 她不是说了吗 要多个见证 你若真是猜对了 那可怎么办呀 上回他们没有得逞 我以为就罢了 不料他们定要置我于死地 不料他们定要置我于死地 好 我会让他们知道 我不是好欺负的 是 十二 我们走 是 好大的阵仗啊 十二 你坐下 是 是 看来只有这个位子是我的 说吧 照说呢 今日此事啊 是 与我家逆子荣哥相关 我不该管 可我又是族长 则无旁贷啊 原来 幼大爷要大义灭亲啊 可惜啊 我家那逆子不带 暂时灭不了他 那幼大爷要灭哪个呀 是莲二爷 他要休妻 是 很可惜啊 你见到了荣哥 你俩的奸情 他招了 这是他亲手交给我的 就是说你见到了他 那是自然 不然这又是奸情 又是逆子 一轮的路供 他如何写给我 原来 你要拿这个来修我 我知道你 没点真货 你是不会认错 这事你鼓刀过一回了 当时是老太太拦着 你没能得逞 今儿 你有了大太太做靠山 有咱家的族长 又大爷做主 还有你千方百计 弄来的这个东西 看来 你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啊 你知道就好 其实这些日子 我也思来想去的 其实咱俩 早就同床异梦了 可我为何还要跟你过下去 这没道理嘛 无非是这世上 只有男人休妻 却从不准女人休夫 若是有这个 我早就先休了你 你 所以这些日子 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练着写自己的名字 就为了有朝一日 在这修书上签字 拿来吧 快 给它 你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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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我会医了你 你也要医我两件事 你说 小姐跟着我 这 把那个死丫头给她就是 行 行 好好 这第二件事 告诉我 荣哥在哪儿 这 我不知道 你在哪儿找到的他 不是我找到的 那是谁找的 这 我不能说 你知道我的性子 我自从来到了你们赵家 我还是头一回 塞了这么大个跟头 我是玩了一辈子硬 最后倒让家桥给捉了眼 所以 如果我不找到他 我是不罢休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啊 好 你不告诉我 好 好好 我就死给你看 别动 我告诉他 我告诉你还不行吗 说 不许说 你看这 你若告诉他 你的凶书我便不准 好好好 你不说 我不说 十二 朱大奶奶 你们俩都看到了 我要赐死我自己 不是因为莲二爷要羞辱我 而是因为 我要找到藏匿李家最惨的暗中人赵荣 这交李家最惨 皇上是有御令的 此前 莲二爷见到了荣哥 知道他藏在哪儿 我要他说出来 他不说 佑大爷更是不准他说 因为荣哥是佑大爷的儿子 他更要瞒住 你 今儿你们都看到了 我请你们两个记住 我赐死我自个儿 就是要他们说出来 此案的关键之人 所以我死了之后 你们去官府报案 要把我的死因说出来 荣哥究竟藏身何处 官府自会追究 好 这样 我就是死了 也死得直了 二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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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何苦吗 你说 说不说 我真说 你别说 不能没说 你别说嘛 好好我说 他在郑家庄 郑家庄藏着呢 我就知道这么多 真的 我若还知道别的 天哪五雷后 你们快转牢中啊 快快快 朱大奶奶 麻烦你件事 把那修术提给我 要不再等等 不必急 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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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云 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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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我要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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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娘 该二奶奶住的房子奢侈出来没有啊 把冬香房腾出来了 二奶奶先住着 等太太回来 行 就住冬香房去吧 娘 好了 你把乔乔送到周大奶奶那儿去 告诉她我后上去见 是 走 娘 我要我娘 快去拿进去啊 是 娘 娘 我要我娘 我要我娘 怎么样 倒是没什么大碍 只是要静养 等二奶奶醒了喝些羊血的汤 晚间我来换药 多谢郎中 你们好生守着二奶奶 若是醒过来时我不在 立刻去叫我 是 是 放哪儿了 二奶奶 这笔钱我已经存好了 放那儿吧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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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 十二 你也要管我吗 二奶奶的钱 都是一分一力省下的 你不能成人之危啊 你不用护着她 她的钱也不是好来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中归是个男人 今天她事本就做得够狠够绝 你不能赶走她的人 还要偷她的钱呢 你放屁 这是偷吗 这是我的家 你给我让开 我不让你走 除非你把折子都放下 好啊 媳妇 我原本是要赏你做大的 你都与我做对 谁稀罕你的赏 跟着你的女人 哪个又好下场 你闪开 老子揪了她 就会当家做主 住手 您慢走啊 好 连二爷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坐坐坐 连二爷 给连二爷看茶 到你这儿不是存钱就是举钱 没钱你是不带着呢 瞧你老说的 我刘胖子可是个厚道人 真有你大 真有你的 就是她了 今天我要去一万 好嘞 连二爷 这折子不是您的 是连二奶奶的 你能看出来 这手末我太熟了 我估摇着 这些折子也都有一样的手末吧 真的 刚才我还没注意 还不说刘胖子 我是来取钱 又不是来取手末的 可取钱需要存钱人的手末 手末若是对不上 就不能取钱 我是连二爷 他是连二奶奶一家子 他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他的 谁取还不都一样 连二爷说笑了 连二奶奶不是一般的存户 她的钱是租了我钱庄里的一个钱柜 在这儿存着 连二奶奶把钱存在我这儿 她不要利息 反倒还要给我租金 图的是什么 图的就是一个保险嘛 所以你要取他的钱 又不是他本人来 那就得不光有他的存折 还要有他的手末 另外还有一个 只有他知我知的密码和钥匙 这四样东西 缺了哪一样 你都取不走他的钱 还有水流胖子 你就不能通融通融 我是有折子的 还有 我还有他钱贵的钥匙 可连二爷还缺了连二爷 连二奶奶的手末和密码 密码你知道啊 知道啊 那不就缺一个手末吗 缺半个也不成 那就算了 你个胆小鬼 连二爷 连二爷知道 不是我胆小 小心使得万年传 再说了 你家那位连二奶奶 难道是好惹的 她若是发现她的钱没了 岂不是要跟我玩命 你们赵家财大势大 我哪惹得起啊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呀 那我不妨告诉你实话 她再也不是连二奶奶了 我已经把她给修了 她已经不再是我赵家人 我姓赵 我才是赵家人 你帮了我 我如何会找你麻烦呢 哦 若是这样 凭着我跟二爷的交情 应该帮着二爷啊 就是 这才像话 不过 若我让二爷把钱拿走 那可就要担着天大的风险啊 哎 你这什么意思啊 那话是怎么说来着 担多大的险 得多大的力 您说是不是啊 连二爷 明白了 你是要分账 说吧 你要多少 不多 你小子疯了 你要一半 就这 我还没把交情钱算在里头呢 行 一半就一半 就这个吧 只有一半啊 那些个折子不对了 你小子太黑别再说 这一半我先用来救急 好嘞 您稍等 妈 刚听下人说 赵府出大事了 什么事啊 听说 是连二爷把连二奶奶给修了 怎么会这样啊 怕是连二奶奶平时太强了 早就埋下了祸根 那连二本来就是个狗屎 他照拂 没我王家的凤丫头给他们操持着 他早就垮了 妈 这个话现在就不用说了 我是想 这十节 咱们该怎么做 我那妹妹 你姨娘又不在家 他们就是瞅着 我那妹妹和妹父不在的时候 这才趁机对凤丫头下毒手 明摆着就是欺负人 这话说得对 我看咱们得去看看他 也好表明咱们的意思 走 也让他们瞅瞅 咱们王家不是没人了 怎么这么急啊 什么事儿 连二爷拿了二奶奶的折子 他敢 我没拦住 我便偷偷跟着他 他还真去了元和钱庄 我买通一个钱庄的伙计 问了个明白 那个刘胖子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没有二奶奶手模 就对给二爷一万两 他们每人分了五千 王八蛋 王八蛋 奶奶别动气 一气就失了方寸 我这能不生气吗 那是我半辈子的记性 二爷只对了其中一个一万的折子 那就说明他对奶奶还有顾忌 他也不敢把事情做绝 免得日后没了退路 只有鱼死网破 奶奶若是去骂他 把他逼急了 万一他犯魂 把所有折子都对出现前来 或者一把火烧了 那都说不定 那难道 就认同他欺负我的人 还偷我的钱吗 奶奶 还是要想个损失最小的法子 我的意思是 我去带画给他 就说是奶奶的意思 这一万两银子的折子 算是送给他了 我们不再追究 可他要把其他折子全都还回来 不然 奶奶就去告官 弄得你赵家没面子 看老爷回来 不往死里收拾你 抓大放小 先这么着 等把折子都拿回来 咱们再跟他秋后算账啊 侍儿 你这么帮我 那个我腾出来的莲儿奶奶的位子 你不想要了 呸 我一点也不稀爱那个位子 我早就看明白了 跟了那种混蛋男人 还不如一个人亲戚 反正都是一辈子 这可是你自个儿说的 那莲儿 那莲儿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好了 先不说这个 还有一件事 说嘛 这么吞吞吐吐的 若是从前 这事自然是奶奶管 可是如今 奶奶管不着了 即使我管不着 不说也罢 可奶奶若是不管 那就没人管得了 这府上恐怕真会大乱了 有这么严重吗 库房总管无心灯 拿了库里一些东西 人已经不见了 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跑了 说是逼祸去了 他逼什么祸呀 李家最惨的事情 怕是瞒不住了 吴总管恐怕日后受到牵连 先躲了起来 如今奶奶又不在当家 府里上上下下 再没人管事干活 大家商量着 要不要像吴总管那样 先逃了命才说 这么严重 二奶奶 闭嘴 跟你们说了 我不再是什么二奶奶了 行了 他们二奶奶叫了这么多年了 一时哪里改得了啊 再说 不叫你二奶奶叫你什么呢 叫你凤姐姐 凤姑娘 凤丫头 恐怕都不成吧 那就叫奶奶好了 那个二奶奶 那个二奶奶 我不想再听到了 行了 接着说 是薛姨妈跟薛姑娘来了 那还通平什么 快进来啊 是 请 儿啊 我的儿啊 姑妈 可是委屈死你了 妈 凤姐姐那儿有伤呢 我真是恨呐 我王家人这么帮她召架 那蓮儿就这么浑蛋吗 一点情犯都不顾心 她恨不得我死了算了 要不是二老爷 二太太还疼我 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孩子 要不你跟我走 姑妈 要是由着我以往的性子 我还真是一甩手 走了也就罢了 可如今 这府里头人心惶惶了 我先走不得呀 那李家最惨的事儿 虽说是我用错了人 被蓉哥那个小王八蛋 让我栽了大面子 可这事儿 我还真是粘连着责任啊 不把这件事抹平了 我还真是没脸 活在这世上了 姑妈 不必劝我 我这人哪 还就是活个脸面 非把这个脸再争回来不可 只是姑妈 如今我这个样子 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姑妈 你若是疼我 就帮帮我 帮 我这次来 跟君儿一起过来 还不就是来帮你的吗 如今府里头谣言很多 人心大乱 我一时出不了门 我怕时儿 一个人管不来 我再想 请吴军妹妹帮帮我 跟时儿联手 把府上的事儿抓起来 行啊 我应了 妈 我是不能管这个的 怎么不能管 你帮你奉姐姐 就是帮着二老爷二太太 你奉姐姐是咱王家人 二太太 更是你姨娘 哎呀妈 我不是说这个 什么 我是说 要管府上的事儿 有比我更合适的 你找出一个 说来听听 论亲书 林姑娘在这家里头 不是比我亲近多了 她可是老太太的亲外孙女 凤姐姐 你可别多心啊 那莲二爷是修了凤姐姐 可是有个未来的秦二奶奶 她就在这园子里头 你们不请林姑娘 反倒找起我来 这不是舍尽求远吗 可是这论气管人管事啊 就是当着林姑娘的面 我也敢这么说 她呀 可是连薛姑娘的一根手指头 都赶不上呢 要我说啊 凤丫头看人 还真是看得准 那林姑娘 我也是心疼她的 闲待着尚且累得慌 哪里会有人 这么忍心 让这等若不禁风的美人 出来做事呢 是啊 君儿 你就不要推来推去了 帮你凤姐姐一把 那好吧